看上奥运殿堂都是我们的骄傲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 中华羽球队的成绩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又更好了 过去在奥运最佳的成绩 都是八强止步 但今年不一样了 羽球的黄金男双林洋配 王麒麟跟林洋 在昨天创下了一个好成绩 拍落了日本地主的组合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组 晋级奥运四强的羽将 两个人赢球之后很开心 然后还跪在地上大叫 只是刚好当时这两人一跪 一跪一仰的姿势 网友笑说好像拔杯的醒杯一样 难怪一路这一直赢球 但是才刚从地狱爬回来 打赢日本的死亡之组 今天下午又有一场大战对战 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 印尼大魔王组合 要争夺金牌战的门票 台湾羽球黄金男双李洋 王麒麟八强赛碰上强敌地主队前往 林洋配展现高昂士气完美默契 墙压拍落日本死亡之组 林洋配反客为主一路领先 最终以21比16 21比19直落 而击败日本抢下四强门票 新闻跪地握拳呐喊 林洋行杯庆祝姿势 也瞬间爆红 每次比一赛 林洋刚好都跪地后玩 王麒麟前弯一阵一反就像醒杯 网路开始流传这是 林洋配英球原因 王麒麟也跟着转贴笑成真的 他还有梗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但两人闯奥运一路颠簸 分组赛抽到死亡之组 首战吞败苦战击退世界第一的 印尼组合晋级后 又碰上世界排名第四的低主队 好不容易从地狱爬了出来 现在四强战要面临大魔王 印尼组合阿山和赛地雅望 世界排名高举第二 就连李洋王麒麟都直呼 这对大赛魔王根本是神 要抢金牌得先跨过这一关 过去双方曾交手过十次 虽然林洋配只取得四胜 但今年一月的泰国两场公开赛 都是由台湾黄金男双抢下胜利 三胜后下午决战时刻 从地狱爬起的林洋配 依旧没再怕继续勇闯 要用醒杯影响胜利 就综合不倒 永远都不放弃 我们的世界仇后戴子瓶 在冬奥一路的过关斬将 现在高雄市说为了鼓励摘金 金牌的补助还加码 原本是72万 提高了到了150万 另外有一段画面曝光 让大家觉得好可爱 是18年前 当时还在念小学的 王子维跟戴姿颖比赛的画面曝光 两只萌娃真的是拼劲十足 年纪小小就谁也不让谁 小子维奋力挥拍 却遭到小小带调筹反攻 接着再来一记往前小球 不过小子维灵机一动 来个对角球抢分 陆机球的小小带则是露出失望表情 相当可爱 小小带之后又使出经典绕头杀 接着再来一记高远球将分数拉回 两人你一来我一往 小子维利用吊球 把小小带骗到往前 接着小小带使出反手切球 却意外失误 不过换场在战气势全不同 小小带使出往前变现小球 杀个紫薇措手不及 王紫薇儿童街在脸书 PO出影片 这是2003年紫薇小二月击打三年击 小三的小小带则是跨足打 男生组模样超级萌 从小展现的绝杀技 也奠定王后的球后地位 如今小时候的萌样也曝了光 留着可爱眉眉头穿上蓝色洋装 短坐在草坪上 接着换上裤装和姐姐同欢 开心对着镜头say hi 世界球后在冬奥礼品金牌 而高雄市府也允诺 要将原本72万元的金牌 奖助金提高至150万元 希望代资也能再为中华队 摘下一斤 记者余盛行召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持续为中华队加油咯 目前中华队的成金是 一金二银三铜 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小林 能不能来帮我们破这个记录了 今天的赛事重点 带大家来快速重点整理 在今天下午4点钟 我们有拳击大战 接下来是戴自己的羽球 还有我们的林洋配 以及在今天的6点36分 有50米的自由式的预赛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拿下了奥运奖牌 真的是凯旋归国的 我们的柔道男神杨勇伟 拿下了银牌 因为他的外形亮眼 加上灿烂的笑容 在Instagram的粉丝 简直是用狂飙来形容 现在已经破了35.6万了 而在隔离期间 杨勇伟在Instagram就PO出照片了 感谢中华奥会主席提供的零食跟樱桃 还强调说他一定会全部吃完 引发大批的粉丝杨太太暴动说好想当内核櫻桃 柔道男神杨勇伟载玉归国防疫旅馆隔离期间 也不中断训练 还拍下窗边鸽子 让粉丝直呼好萌 各界送来的暖心小卡不间断 最吸睛的是这个 杨勇伟露出招牌灿笑两手捧着中华奥会主席林洪道的礼品 写下樱桃我会全部吃光 引发大批杨太太骚动 留言呐喊你看起来比樱桃更可口 我也想和你一起吃樱桃 从来没想过我的志愿竟然是当樱桃 更有网友说杨太太们应该都很想当那核樱桃吧 更有粉丝PO出照片 用樱桃摆出注音的雍伟 很开心能够为台湾楼道拿下第一面奥运银牌 雍伟男神楼道场上帅气摘下银牌 IG吸粉三十五点六万 一举一动更是让少女们狂冒粉红泡泡 蛮喜欢的 所以你也是 太帅人然后体育又好 回到后林老家爸妈刚好外出 住在附近的表叔坦言 勇伟虽然家境清寒 但从小就乖巧孝顺 现在苦尽甘来 珠和花篮更是摆满家门 还意外成了国民老公 魅力不容小觑 记者黄乡富林原兵李云杰台中报道 感受得出林玉如呢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球上面了 再来我们来看 今天下午有很多精彩的比赛 取得分组第一资格的世界球后 戴姿颖呢 直接晋级了东京奥运的女单八强 突破了他过去两届奥运 十六强的成绩 今天下午时间赶快笔记起来 四点三十分 而他的对手呢又来了 又是好朋友 也是晋敌哦 这一位也很强 泰国好手伊瑟农要来上演生涯第30度对决 你看他们两个有多么的强 两位都是男缠对方的男缠选手 27岁的小代呢比伊瑟农只大一岁 两个人都曾经被封为天才少女 第一次在国际赛的碰头呢 是在2010年 但是呢在过去他们两位呢 29度交手过 而且呢两个人的成绩是相当的哦 小代取得15胜14败的切为优势 最近的三次交手包括了在年初 两次的这个泰国战碰头 小代是取得三连胜 不过呢三战啊都很难打 都打满了三局 预计今天下午呢 登场的第三十度两个人 也是holding you的决战呢 也是会是一番苦战了 另外一方面呢在羽球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男双呢 林洋佩在今天下午呢 也是有一场硬仗 在下午的5点15分 请大家持续为中华队加油 一记杀球直落二痛载法国选手齐雪飞 今天小代只花25分钟晋级八强 30号傍晚将对决速敌兼好友 泰国选手依瑟农上演生涯 第30度对决 27岁的戴姿应只比依瑟农大一岁 小代世界排名第一依瑟农第六 两人都有天才少女的封号 从2010年第一次碰头后 10年来交手29次 小代取得15胜14败 每一场都打满三局 可见战况胶着 依瑟农的部分是他后场两脚的攻击球很犀利 所以其实小代如果有守住他那些球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手法的变化 运用的有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可以取下胜利的 而两人私底下其实是好友 经常在赛后留下合影 同框搞笑做鬼脸 也会在IG为对方加油打气 球风相近同样犀利 两打球后将在奥运八强战对决 露死水手粉丝们屏息以待 记者综合报道 好今年有很多选手表现都特别的亮眼 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且呢都真的是红到海外去了 中华队的郑建妹吴佳颖呢 以及田家珍 她们携手晋级了女子25公尺 还有火药手枪决赛 那么田家珍呢是在决赛的第一阶段 取得了10分成为8位选手当中 首位被淘汰的 而吴佳颖呢一路是挺近了 以19分进入了前5名 那么最后是命中三发 拿下了第5名也遭到了淘汰 而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看 哪一群荣耀回国的选手在进行 隔离的期间她们都在做什么呢 还是要保持身材 要不然还是容易会变胖的 我们带你来看 采拳道德国手罗佳领 长相很甜美喔 在冬奥的比赛拿下了铜牌 被大家封为国民女友 而她在回国之后呢 在防御旅馆在隔离 因为她之前自己曾经爆料说 很喜欢喝珍珠奶茶 应该说饮料加珍珠啦 结果呢很多粉丝啊 立刻狂送给她喝 一天就收到四杯饮料 让她只喊说 很怕胖怎么办呢 还好有自备这个健身环 所以呢每一天啊 持续的保持做运动 做核心还有腿部肌肉的训练 未来继续拼展 左脚右脚练核心 凡个身再换仰卧起坐 受风国民女友的罗佳领 回国后在防御旅馆也没偷懒 天天看影片自主训练 这个的话是比较属于痠吧 就是肌肉痠痛 比赛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很喘 然后会提到美丽 每天这么努力有一半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为手摇饮料 罗佳领在脸书开心看最爱的珍珠 手摇引合照 还笑说自己是手摇引大使 自从透露爱喝饮料 已经收到不少粉丝爱心 昨天已经收到好几杯了 就已经会害怕说 这七天之后出去怎么办 会不会太差 这样子推她 然后你就要推着 然后维持啊 或者是拿着她做 那个往上举 然后要再压 还要加做健身环 只因为防御旅馆里面美食 真的太多了 选手的小礼物 还有这个芦苇礼盒 贴心去掉丁香调味 因为丁香含有去甲 无药碱 在2017年就被列为运动禁药 比赛期间内外都不可以食用 而目前是罗佳领回国后 隔离的第二天 她跟所有选手一样 都在机场经过拖曳裁检 不过因为有防疫官 所以只需要隔离七天 加自主管理七天 罗佳领强调七天期满后 就会回家自主健康管理 早点跟家人团聚 也希望到时候不要变胖 记者城市店苏惟轩台北报道